其實我選顏者濕如何回應董 最基本的原因 第一是她代表香港最早期的外力勞工 從《狗裝所》來說 你留意到她是從年輕到老 照片是不小心拍到她的 她在背景中突然發生 就是在照顧我們 例如我是嬰兒時她跟我洗澡 或者我哥哥站在那裡怕她跌 她在後面放一隻手頂著她 到最後兩三張是跟她一起拍的 其實我的看法是 她是由一個外來的人 一個工人變成一個其中家庭的一部份 始終我從小到大 雖然我這麼疼她 但她也是一個很小顆 很下人的感覺 但第一次我跟她回鄉下 她真的完全相反 因為她是在全鄉下 每個人都很崇拜她 每個人都說 如果不是姑媽 你餓死了 如果不是姑媽 你們必須有錢做生意 到說回怎樣拍攝 第一件事 我真的將她家裡的東西拍完 沒有說不用選擇 因為她家裡真的很簡單 我想她把所有東西都放出來 真的只有三十四十件東西 再用不同的指印 將她表起來掛上去 主要我的目的就是想 因為大部份的照片永遠都不是為她而拍 但我就是想用她的擁抱 蓋上為了拍照的人 說回她的生意 代表紙疏女 代表外地勞工 代表早期的旅客人 Eλα 對 斟 斟 斔 斗 斟 斗